哈囉大家好,我是顧雪芙 那我最近在拍的一部戲叫做 《我曾愛過你想起就心酸》 那我在裡面飾演的角色是 楊莫 叫莫莫 那剛好很多這角色裡面的劇情 是有戲中戲的部分 那這幾天下來我也過足了戲影 扮演了非常不同 非常多不同的角色 還有造型 那像我現在穿著這一套造型 我穿拖鞋 穿著這一套造型就是 民國時期的一些 裝扮 然後 然後我要講什麼 民國時期的裝扮 對,沒有錯 然後這部劇 戲中戲裡面的劇 我是在演一個女間諜 是一個碟戰片 雖然我也不知道這碟戰片的名字是什麼 那還有這幾天有 嘗試了古裝造型 因為我其實一直一直非常期待的 就是我古裝造型的樣子 然後古裝造型它有三個look 然後有丫鬟 還有一個格格格格格的裝扮 那我覺得都非常的有趣 然後自己其實非常興奮 然後可能第一天在穿格格裝的時候 就是很開心興奮一整天到晚上都睡不著的那一種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如此的興奮 可能真的非常期待當格格的這件事情 只是你知道兩三天過去之後 你會發現你就是在爭桑拿的感覺 你就是裡面全部都是汗 明明就熱得要死 對 那其實這幾天下來是 敬驗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 對 那在這邊做一個Ending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 拍的這部劇叫 我曾愛過你 想起就心酸 大家好 我是木木喔 木木 是楊默 好 掰掰 掰掰 咖啡 這點沒介紹啊 哈哈哈